陕西暴躁男在女友怀孕期间暴打他 导致女友离家出走 虽然现在很后悔 但是他却用暴力求女友回来 现场就要殴打女友 幸亏被主持人拦住 紧接着准婆婆上台还败坏女孩名声 惹得土磊和嘉宾老实怒指 男人一撩倒心眼就变笑 这也不顺眼那也不上当 媳妇办的美是出轨的前兆 媳妇要挣得多那一定是歪门邪道 你说胡闹不胡闹 其实是自己自卑嫉妒家无能 使盆子偏往媳妇头上道 在场的主持人嘉宾和 图磊老师都看不惯男子的所作所为 现场立马教他做人 这个故事为什么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呢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 故事的男主人龚赵先生 来自陕西今年32岁 女主人公小刘来自四川重庆 今年22岁 相差10岁的两人已经在一起5年了 是不是相差年龄大迟早会产生代购呢 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祝您平安喜乐好运连连 来年一定发大财 接着两人一上台主持人就问道 先生提个要求可以吗 能把手放下来 先平息一下 想想今天是来挽救对方的 而不是来跟他争吵的 17岁的初中女毕业生 就去了一家KTV里面上班 做酒水销售的 而男子就是女孩的直接领导 有一次女孩给包厢里面的男客人拿酒 被他们刁难要陪酒 这时候刚好路过的赵先生 就让女孩站在自己身后 而他自己就挡下了所有的酒 从那个时候开始 女孩对男子产生了强烈的好感 于是两人干柴烈火 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虽然一开始两人在一起还算是幸福 没想到最近一年 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从两人聊天中得知 现在的男子已经识过境迁 反而女孩经过几年时间的沉淀 已经从底层销售爬到销售井里了 而男生却还是止步不前 两人从身份上已经转变了 男子因为拉不下面子 就从KTV辞职在家不干活了 也为男生说到 女友现在每天穿的花质招展 化妆也是浓妆艳抹 一切源于酒店的需要 但男子却接受不了现在的女友 接着女孩暴露出的一幕 惊呆了全场嘉宾和观众 闭嘴 你不要说话好不好 为什么闭嘴 好好好 只是我跟你讲 后来他干脆就拿到水 就往别人身上泼 就因为别人宠着女友笑了一笑 男子小肚鸡肠 直接拿着茶水泼向人家 幸亏人家素质好 不然把会被打S 男子当众让贬低女孩 而更过分的是接下来的一幕 作为一个男人 在女友怀孕期间暴打推拉女孩 让女孩差点受伤了 女孩一气之下没有告诉男子 直接把孩子打掉了 而男生就认为孩子不是他的 要是一个男生家暴打你 你还愿意为他生孩子吗 只有傻子才会不知反抗吧 接着女孩说道 男子不仅仅无底线翻看 女友的短信聊天记录 更过分的是经常跟踪女友 难怪他现在都不工作了 才有时间去闲着没事干 男子结结巴巴狡辩到 自己是刚好路过的 男子皆说不过女友 从而转移话题 说到女孩和别人戴一样的手表 男子就看见女友和别的男人 戴的手表有点相似 就说女孩和人家有一腿 而男子却没有送给女孩像样的东西 一个男子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凭借自己的猜测 给女孩头上泼脏水 真不是个男人 别说男人不能打女人 他竟然还打怀孕的女人 凭着这一点就直接离开他都可以了 而男生查看女孩手机 得到的信息就是女性朋友 给女友聊天的 被男子误认为和男生暧昧不清 还在纠结女孩打掉了孩子 男子可能是事业没有发展的别人那么好 嫉妒女友和他的上司 才这样无底线泼脏水 两人因为这件事分开了一段时间 而如今男子却甜不知识求复合 女孩则不想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 接着女孩暴露出的一幕 让全场都惊掉了下巴 那个时候他就死皮赖脸的缠着我 他拿着那个刀 他在脖子上 他说你要是不原谅我 我就死给你看 然后我当时也心软了一下 我就觉得都五年的感情 那么久的感情 我自己也割舍不了 我就想如果说他能够真的 彻底的改变的话 就想原谅他一次 结果没想到 他那是改错呀 完全就是变本加密嘛 本以为男子真的能够改过自信 没想到越来越变本加厉 让人毛骨悚然 经常给女孩发恐吓短信 形容的画面让人不寒而颤 什么人在坐天在看 在古代肩夫淫妇是要进竹笼的 深更半夜收到这样的短信 谁都会被吓的 然而男子不仅仅是给女孩发恐吓短信 更过分的是以女友的名义 给平时女友认识的男生 发去表白暧昧的短信 约人家出来约会吃饭看电影等等 男子不止一次两次暴打女孩了 也为群发消息这件事 男子刚开始还想狡辩 在主持人的威严下说出了实话 这种男人一言不合就直接上手打人 甚至在节目组现场 面对女友的质疑 男子不顾全场反对 直接想上手打人了 在嘉宾老师和主持人的怒视下 才稍微收敛了一点点 女友因为被男子这样纠缠自己 也没有在原来的KTV工作了 现在的她只想离开这个男人 却被男子死缠烂打 而今天不是男子一个人来的 还有她的母亲 妈妈和儿子都是一秋之河 就知道听风就是雨 无底线王女孩身上泼脏水 这次王女士来到天津卫视 就是让儿子跟她回家的 但是儿子表示自己还是喜欢女孩 不想就这么放弃了 接着妈妈继续败坏女孩的名声 女孩也明确表示 自己就是阿姨眼中的那种人 女孩不想对老人多费口舌 多说无意那个恶婆吧 不是站在儿子这边说话的呢 现在的女孩就希望男子 不要再纠缠自己 希望来到节目组能够摆脱男子 主持人把王女士请下了舞台 接着赵川把这个难题 交给了嘉宾老师 首先出场的是周小鹏老师 男子可能自己猜测的真相 没有证据来支撑 所以才导致结巴的 或许是男子的疑心病太重了 一直在他的思维逻辑里面 无法转出来 一个男人想把喜欢的女人追回来 不是靠猜测 更不是靠蛮力 应该靠行动靠脑子 两人相处都四年狼情愜意 第五年才显示矛盾 多想想以前是怎么相处的 接着是陆琪老师犀利的点评 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如果你身边朋友有家暴的 你会怎么做呢 陆琪老师替女孩挽回名誉 男子的所作所为 都是他的猜测 不管是翻看手机短信 还是跟踪女孩 都是正常的方式去交往 还有对于女孩和别人的孩子 基本上是男子对他的污蔑 所以劝女孩赶紧远离的 不然以后不仅仅会收到 疑心病的摧残 更有可能会出现人生安全问题 最后是压轴出场的 图蕾老师点评 图蕾老师真的点评一针见血 男生没有拥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遇到什么事都是女人的错 从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其实一个男人娶什么样的女人 决定他将来的生活品质 一个女人嫁什么样的男人 决定他将来生活的希望 嫁这样的男人有什么希望 挨打的希望 你从认识起 你就知道他干的这个工作必须要 热脸贴别人冷屁 我又没啥他做 他不做谁挣钱了 图蕾一边在点评 男子一边在顶嘴 他就认为自己竞争不过女人 就算到现在 男子还是把责任全都推到女孩身上 自己反正一点错都没有 这样的男人还能要吗 人生价值观都已经 天里一个正常男人轨道了 女孩早就应该看清她的真面目了 早点离开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和选择 那最终他们的结局会是怎么样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女孩选择离开这样男生 但是男子却还是一把拉住不准走 这差点就打破节目组规则了 男生就是心里有意之鬼 内心的猜疑整日让她惶恐不安 继续下去不管是事业还是婚姻 没有人能够和她相处下去 只有她自己把藏在身体 里面的那只鬼给捉出来 才会拥有好的事业和好的爱情婚姻 全场的观众也都不支持他们在一起 因为一个男人家暴是很恐怖的事情 别说得到她的宠爱 生命随时都会受到威胁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屏幕前的你有什么想说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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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